最后一天呆在这间屋子了 这里有大号小号厕所 洗澡的厕所是分开的 这里是搭房间 是一间很长的房间在最高楼 还有一间双人间 房子的户外风景 住家楼下可以每天吃火锅的意思吗 饭座和厨房 大火车从大本出发去京都 通过那么多站终于抵达了京都 到达了下来几天居住的地方 是在这里找的 这些旧在住的下面每天都会经过 这里走进去就是上去住的地方 日本最传统的房间 给大家帮忙